字幕君 李宗盛 李宗盛 伊朗發生恐怖襲擊事件 在當地時間星期三 南部城市黑二文發生連環爆炸案 在這個節目折稿為止 官方宣布的死亡人數已達到103人 受傷人數接近200 連續兩次爆炸的地點 都是發生在通往已故伊朗伊斯蘭革命維軍 高級將領蘇來馬尼的陵務路上 有消息人士透露 爆炸品分別放在兩個袋上 遙遠控制爆炸 赫爾曼城政府立即將兩種爆炸事件定性為恐怖襲擊 1月3日是這位高級將領蘇來馬尼 在伊拉克巴格達遭到美軍攻擊而身亡4周年的日子 而發生爆炸的城市赫爾曼 正是蘇來馬尼的故鄉 爆炸發生期間正在進行大規模的紀念活動 日本羽田機場兩機擦撞起火事件造成五人死亡 事件轟動全球 39歲的海上保安廳定翼機機長 嚴重燒傷依然留遠但意識清醒 一枚引述調查人員透露 發生事故的時候定翼機被要求在跑道旁邊等待 懷疑定翼機機長錯誤理解控制塔的指示 提前駛出跑道釀成今次的意外 事件雖然在此結束 但還有很多事要跟進 首先透過多個日本航空JAL-516 航空機機上的乘客拍得的片段可見 事故發生的時候機組人員臨危不亂 成功帶領機上的所有乘客奇蹟逃生 受到全日本飛行安全分析師的讚揚 並稱之為全球航空安全的教科書式優良典範 事件發生只是短短一日的時間 一位起客機上成功逃生的乘客在網上貼文 文章是這麼寫的 JALから連絡隔離 TENEMOTU TENSON DESSHO NE NIZUKIN NIZUMANEN NO HOSSO KIN GASHAWARA NELUTO 即是說他收到日行的通知 如果行李完全損壞的話 可以獲得20萬日圓的賠償金 在日本東京星期三晚11點 有一名身穿白色的長髮女子 在一架停在秋葉原站的JR火車上 拿著把刀爆無雙亂舞 斬傷四名男子 警察拘捕了這名二十多歲的疑犯 根據旁觀者益述 其他乘客驚慌失措 有人按下緊急安全仔 這次緊急殺亭 他斬完人後 站在一位傷者旁邊 動都不動 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已經是差不多兩年了 在阿聯酋的調解下 兩國決定進行爆發戰爭以來 最大規模的交換戰夫行動 俄方決定釋放230名烏克蘭人 除了6名是平民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軍人 有部份的戰夫已經被囚禁超過一年 特別是那批曾經參與戰爭初期射到戰役的軍人 而烏克蘭方面 釋放248名俄羅斯戰夫 全部都是士兵 今次是俄烏雙方五個月來首次有戰夫交換 亦都是開戰以來第49次 在過去兩年俄烏戰爭期間 阿聯酋一直與莫斯科保持密切的商業聯繫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歡迎烏方的人員返回國家 並會努力確保雙方繼續交換戰夫 而俄羅斯的官員沒有就交換戰夫提供其他的詳情 各位觀眾給出禮了沒有? 在獄中自殺的富豪飲魔艾伯斯坦 生前結交好友的名單在今日將要公開 但等到截稿的時間 我們還未等到這份名單 但媒體引出消息人士透露 名單之中第36名匿名者是前總統克林頓 艾伯斯坦和他的紅顏之己命換默克斯維爾 有一片妙齡少女當中包括未成年提供色情服務 當中犯下的罪行包括性侵 販賣未成年少女、經營賣人網絡等多項罪名 艾伯斯坦在2019年8月後審期間 於紐約大都會懲教中心牢房中自殺身亡 今次法庭要公開的這份文件大家都買包花生等看戲 之前已經肯定的就有英國安德魯王子 現在還疑傳涉及前總統克林頓 到底還有多少名人涉及艾伯斯坦提供的賣人服務 大家想到名字的話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任天堂一隻經典遊戲叫俄羅斯方塊 相信大家都聽過 它出售 這遊戲是由蘇聯工程師柏吉托洛夫1984年所寫的 直至1989年首次任天堂也只是我們所說的紅白機所推出 後來起Gameboy更加大受歡迎 這遊戲有一塊塊磚在上面跌下來 我們在下面一層層燒 感覺上好像無限 實際上很多專業玩家去到29級都已經是極限 而在29級之後遊戲等級顯示也會變亂碼 只有專業人士才看得明白 我克拉河馬洲一名十三歲的少年 成為了這遊戲34年來第一個打爆機的人 這隻看似無緣無盡的遊戲原來都有極限 這名少年叫做Willis Gibson 他在YouTube上直播玩這遊戲 當他玩到第157關的時候遊戲突然之間輕機 這個情況曾經試過用AI玩到這樣的樣子出來 被譽為在這個遊戲計算機的極限 但要由人類達到這個狀態 Willis Gibson是第一個 回到三藩市灣區 建於1937年的金門大橋 成為了很多自尋短見的人結束生命的勝地 只是短短80多年就已經有超過2000人從橋上跳下來死亡 即是說平均每個月就有兩個 新的金門大橋防止自殺網在2018年建功 當時預計會在2022年完工 為了保持橋上的觀感在橋上看不到 同時亦都為了應對強力的海水和強風 用了強硬的不守鋼 這個計劃最初的時候是耗資7600萬元 但去到2022年的時候 發現建造成本增加到2億078萬 是今日當局終於宣布這個網建成了 希望我們納稅人給他12億元 真是能夠得償所用 減少在這條橋道成功自殺的比率 今日節目之後我就會放一個短短的假期 再一次多謝各位聽眾和觀眾的支持 雖然我放假 但我都會繼續在下面留言和大家聊天 今日的時間是這麼多